一次出來吃飯的時候 慧珍就說 妳結婚的時候我一定要當妳 一定要當妳的伴娘 她的伴娘啊 這個範圍很大 一個是歐陽龍的女兒 很小的 對 一個是五歲 然後旁邊是穿黃色衣服 那是古嬰 古姐的女兒 對 那個我沒有見過 我就覺得一個 所以小玲姐妳就知道 小玲姐有多完美 這個伴娘呢 就是有清純的 有辣的 然後有那種美麗的 然後還有一個 因為最主要是我 找歐陽妮妮她們的原因 是因為我找兩個兒子 當我的伴郎 那她講就是 藝人的下一代嘛 我想對 那一定要找到藝人的第二代 妳會不會也找得太高了一點 蛤 還好啦 我們家兩個兒子 也一起發言 那天實在很好笑 因為也有鏡頭在拍嘛 然後現場又是大牌如雲 然後就是這個年代的大牌 就以前的大牌 又各個劇組 好多人 就是看到 有些已經退出演藝界了 有的現在還在 就發現妳真是做過很多節目 對不對 而且很好笑 因為美鳳啊 我們就看到美鳳 我們就說 來...坐我們這邊 然後她說不要... 我說妳想去哪一邊 後來她真的坐在主桌上去 因為她是介紹人的 對 她是介紹人 對 所以必須要坐在主桌上面 我一直跟她講 妳來... 妳看 還有閨妹姐 閨妹姐 這個 那天真是好多人 而且小燕姐的婚禮 是我做過這麼多場婚禮裡面 媒體記者來最多的 是不是 而且從頭到尾大家都沒有走 所有人通通都留下來 而且大家都很乖 所以媒體記者好乖喔 我真的沒有看到她這麼好乖 不是 因為我們想 一個哭完了 一個又哭了 這不曉得後面要幹嘛 妳老公怎麼會那麼情緒激動 我覺得她是等很久喔 第一個我覺得 就是那一段籌備的時間 她真的很辛苦 因為這段時間她瘦了4公斤多 對 我還以為她為了要穿禮服好看 沒有 她就是被我折磨的 她剛才每天都只能睡3 4個小時 然後就必須 她還要再去忙 然後接洽飯店 飯店說從來沒看過一堆新人 來過那麼多次 我們前前後後去了大概不下10次 她前兩次去的時候 是人家的晚上 晚上要結婚 然後她下午禮桌人家排好了 大概2點 3點就排好了 還沒有人到 她就一個人先坐到人家禮桌那邊 然後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對 然後開始想說人家怎麼樣 然後3點多的時候有人先到 這樣先生請問妳是送禮的嗎 人家以為是送禮的嗎 不是 以為她是照片機台想來混一餐 趕人家的錢拿走是不是 她就至少來混一餐 她待在前一個月都在觀摩 因為今年不是很多藝人結婚嗎 對 妳就看到有一個人 坐在一人結婚的時候 她坐在很後面的桌子 然後拿一個筆記本 然後就在那邊寫 妳知道 客人 貴餓 對 怎麼還沒有開始 也沒有小菜 所以我要準備小菜 她就真的在那邊做準備 然後就說 蕙珍妳剛才進來的時候怎麼樣 我就說我剛才進來是自己進來 或怎麼樣 她就開始做筆記 好 我不能這樣子 我要有人帶位 對 其實我 我還沒有到的時候 就電話就說小燕姐到哪裡 人家來接我 我說不用啊 吃喜酒 是不是啊 沒有 妳知道他們下午 我們大概下午3點 4點的時候 妳知道必須要彩排或幹嘛 她還在換裝的時候 她就說蕙珍 那個小燕姐來了沒有 那個誰來了沒有 我說現在還幾點 誰會來 對 他們一直催我 我說她是幾點結婚啊 他們說6點半 7點 我說對啊 那我就6點半 7點 她說不是 他們要在下面等妳 我說 然後就有一個新娘在更衣室 一邊拆那個機械下來 然後一邊我說誰來了沒有 誰來沒有這樣子 然後我說小燕姐真的還早 真的還早對不對 對 真的還早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很緊張 很緊張 所以那天講的話妳也是 要先弄好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心裡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突然一下 突然一下那個洆湞說 要講一些心裡面的話或什麼 然後我就 我覺得最好笑是 她講完了以後 對面那個人哭... 哭到不止 然後妳就這樣一直看著她 妳怎麼了 心裡在想妳怎麼了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突然那張飛說 哎唷 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不是 因為那一段是兩段驚嚇 第一段是突然想要講什麼 然後後來我腦子裡就想到就是說 我就是昨天 第二天要結婚的時候 Michael跟我講說明天 就是老娘跟新娘交接的日子 所以妳要好好的把握住 然後我就覺得 這句話好像還不錯 我就放在腦子裡 臨時一下我就想不起來 我就講 我就直接跟Michael哥講說 今天這個時刻對我來說 真的很重要 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但是最重要的時刻是從現在開始 不只有這一個時刻 那這個時刻呢 是老娘與新娘交接的時刻 我講完以後就覺得好像不太對 我覺得好像在四位耶 妳知道嗎 我就覺得 這個話好怪怪的 可是我怪一下 她的媽媽一定做得很像這樣 對啊 妳知道嗎 我突然講完就覺得 而且啊 妳是老娘她是什麼女的 不是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對不對 這個男生啊 婆媳本來都很好的 就他們給 對不對 第一句話就讓妳講這一句 對啊 我就想說老娘 我就趕快看了婆婆一眼 老娘跟新娘交接 那妳就怎麼樣 我就覺得好像我講錯話了 妳知道嗎 然後我就看著她 所以妳就哭了嗎 沒有 後來我就把她 Michael哥交接 沒有 我就把她轉回來 我就說因為婆婆真的 年紀大了 很辛苦 那我說今天這個交接的日子 就把責任交給我 從此以後我們家裡 就是兩個兒子跟妳 我就把她扔回來 還好我是當藝人的 對 好嗎 從此以後 活習慣是不絕對的 對 但是我 我是覺得妳老公 在那一天我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 滿孝順的 對 我覺得他在那個時候的感觸 就覺得就是 媽媽照顧他這麼久 對 那現在終於他娶了老婆 能夠分擔一點 就哭成這樣 因為他 他很擔心妳沒有辦法做到 不會 我看他那天最擔心妳就是喝醉吧 沒錯 我跟妳講 我就是參加她鴨子的婚禮以後 我參加她的婚禮以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從那時候就開始實行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結婚那一天 我結婚了很多久 我絕對不能當一個婚禮以後 我很離譜 但是小玲姐那一天 我特別講說 我還特別在台上說說 請大家高台貴手的經驗 我們讓新娘這樣子 漂漂亮亮的過來 這美麗的一天之類的 我自己結婚那一天是發了瘋了 跟鬼啊一樣 對 對 妳說什麼 後面是我爸爸 她的婚禮 妳爸爸那個臉已經說 好 那可以了 還有下一張 妳要看下一張 妳就知道我爸爸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旁邊那個 就我爸爸的好朋友 我爸爸的好朋友 都是我的好朋友 她是叫妳喝還是不要妳喝 她沒叫我 她就喝 妳喝 我爸爸他們的好朋友 都是我的好朋友 妳爸爸已經不見了 我爸在後面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把我酒瓶給奪走 然後他就這樣 臉很臭這樣 叫妳不要這樣子 妳還這樣 我爸他絕嘴 絕嘴 我爸真的是絕嘴 所以我就參加她的婚禮以後 就告訴我自己 絕對不能喝 真的是很High 可是問題是她是新娘 她那天就 就是真的像尾牙一樣 就講 有沒有 我們一起怎麼打拚的哥們 有沒有 都聽到這樣 有種笑話的 真的 而且在台上 台上一直給人家嗆聲 對 他一直嗆聲 我老公就嗆了人家 我老公就嗆了人家 這是劇組的 為什麼我們拍完公司的事 然後這是劇組的小朋友 他們買了一遍 這哪裡是 這哪裡是結婚呢 就是Halloween啊 那是新公園之類的